Hello 大家好 我是Morgan 今天這支影片要帶大家去逛一下 三個西雅圖值得去的景點 其中包括了 Space Needle Cihuly Garden and Glass Museum of Pop Culture 這三個景點都在同一個園區 走路就可以到達 那就帶大家一起去看看囉 好 我們現在就在現場 直接先買它的City Pass 我們直接掃票就可以進去囉 現在我們就到這個Space Needle太空針 進來左邊這邊也有 他們當初在建造時的狀況 好 我們現在進到電梯裡面 我們要準備出去喔 好 那這個太空針塔 它是西雅圖這邊的一個主要的地標 它是在1962年的時候 因為世界博覽會在西雅圖舉辦 所以才新建這個建築 那這個建築呢 它在1962年到1969年之間 是西雅圖這邊最高的一棟建築 也是華盛頓州最高的建築喔 那這一個太空針塔呢 高度大概184米左右 大概是610英尺 然後呢 電梯坐上來的時候呢 全程大概是43秒 一陣風吹來 好啦 我們走出來看看 玻璃的 欸 上面是整個是通風的 為什麼我覺得整個路是斜斜的 還是因為它玻璃的關係 覺得整個是斜的 我這樣走路都覺得自己在晃 但它其實沒有晃 但是我就覺得有點恐怖 我在昏 我恐高 我恐高 它連這個座椅都是斜的 然後呢 他們大家很多人是這樣 坐著斜的 然後呢 又把它靠上去 好恐怖 我不敢靠 我覺得我會倒下去 蘇辣 那它上面呢 有25根避雷針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這樣繞一圈 可以看到整個西雅圖市中心的風景 Oh my god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邊 摩天輪 那邊就是派克市場在那邊 好 那參觀完這一層樓呢 我們現在往下一層 去它的旋轉餐廳看看 它那個旋轉餐廳的部分也是玻璃耶 如果誰帶我來旋轉餐廳吃飯 我剛翻臉 那旋轉餐廳旁邊呢 就有這個玻璃的觀賞區 所謂玻璃觀賞區是什麼呢 就是 踩在玻璃上 只有我覺得恐怖嗎 它就外面的那一圈一直在轉 那我們站的這個地方就沒有在轉 我盡力了 我現在只能 就這樣 我不敢站起來 因為我剛剛只是站起來這樣走兩步 我整個腳冒冷汗 俗辣 快拉我回去 我站不起來 剛剛我兒子笑我 現在呢 我就派他上去走 我看他敢不敢走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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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兒子 我還要牽他手 你頭往下看 你頭往下看 好 我覺得我們還是待在樓上的那一個 我比較可以接受 不要靠旁邊太近就好 這個有點恐怖 在以前1970年代左右的時候呢 因為他還沒有做那個安全護網 就是防護欄 所以是有三個人就跳下去自殺身亡 這樣子 加了那個防護網之後呢 也有兩個人跳下去 但還好被防護網救了 就沒有造成死亡事件發生 如果你不去別的景點 就單獨來這個Space Needle的話呢 是三十多塊一個人 你可以就買單程的票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來這個廣場 他還有玻璃博物館 或者是去那個Pub Museum 想要多逛他兩個景點的話 他有另外的套票的價錢這樣子 好啦我們現在從太空偵塔出來 那太空偵塔的旁邊 這邊就是奇狐狸玻璃博物館 那這個玻璃博物館呢 我上網看了那個照片真的很漂亮 所以就想說一定要買他的City Pass這個套票 一起來參觀這個博物館 那奇狐狸是美國炊製玻璃的藝術大師 這個玻璃藝術館呢 裡面收藏了大量奇狐狸的玻璃藝術品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騰呢 是奇狐狸受到就是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啟發 而做出的這種藝術創作 所以可以看到呢 他們這邊的這些藤邊的籃子 還有這些玻璃的形狀 就是屬於不規則型的 而且顏色都非常的鮮豔喔 那現在看到這個藝術作品呢 就像是在海底世界一樣 他將玻璃呢 做成這種捲曲海浪的形狀 然後呢裡面又有水母啊 海星啊 貝殼類啊在上面 因為這玻璃都是這樣一管一管 這樣把玻璃的形狀燒出來 然後再把它拼湊在一起 變成這麼高的一個藝術創作 而且還不能讓他倒喔 太厲害了 這是他的草稿喔 就這樣草稿大筆一畫 畫出來 最後成品就出來了 就是他 這隻是 這隻大螃蟹耶 我覺得最難的是他的竹子 他整個竹子裡面是空心的唷 所以整個這樣吹出來的玻璃 好 我們現在進到這一區呢 是波斯的style 波斯的風格 顏色非常鮮豔的玻璃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玻璃在牆上打燈之後 反光下來的這種投射喔 所以這一廳真的很漂亮 我們現在進到這一區呢 這個的寓意就是一個花園的意思 他讓人家覺得說這邊有一千多朵花的感覺 你在這邊只要有票根 這邊的工作人員呢 就會幫你免費的拍照 然後你到最後呢 你再到他們的網站去把照片下載下來就好囉 那因為他們這邊是只有他們可以用閃光燈的 所以給他們拍會比我們自己拍的更好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少年拍 我覺得這有點少年拍裡面有一幕就是在夜間的 有螢光的那一幕 有那種few的感覺 那再加上他這邊也是有船 他是用船來載這些玻璃球 好鮮豔的顏色喔 那齊呼利左眼瞎了之後呢 他就設計了很多這個圖 那這些玻璃是他的團隊 根據他所畫的圖做出來的作品 那現場看到這兩艘船呢 是齊呼利自己的船喔 他有兩艘日式的船 就拿來這邊做展覽 雖然他左眼瞎了 但他還是努力的在做藝術創作 這些呢都是他畫出來的作品喔 那接下來這一區展示的呢 是水晶吊燈掉下來的這種作品 他總共做了14個這樣子 垂吊式的玻璃藝術品 都在這一區可以看得到 這一區一個一個像大容器的這個 齊呼利他有根據就是西雅圖的天氣 有考慮到說這個藝術品要放在室內還是室外 他有用了玻璃的300種顏色 一起融到裡面去 有那種漸層的把它融在一起 這裡呢跟剛剛裡面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裡就是一個陽光屋 然後呢可以看到上面掉下來的這個大型的玻璃創作 哇 在Las Vegas Village 他的那個大廳啊 就是用這樣子的玻璃創作 就是他們家的喔 那除了我們剛剛看的室內部分呢 這邊還有室外的藝術品創作 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一個 一個玻璃大藝術品 然後後面就是Space Needle 很大一個Space Needle 然後呢這邊就是一個他的玻璃花園 可以看到這邊旁邊都有小小的這個玻璃球 我剛剛看到這裡啊 我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一個 我以為他是樹耶 結果他是整個這樣玻璃做出來的耶 在我的目光裡他剛剛已經是跟這群樹木植物融為一體了耶 真的是已經融入了大自然 我剛剛完全沒發現他是玻璃做的 那在這邊呢 現在這個時間他剛好有燒玻璃給大家看的展示活動 大家可以自己安排好時間 看完博物館 順便來看這個燒玻璃的這個展示 那在太空偵塔的旁邊這一個呢 就是Puff Museum 哇這個外面的裝飾 好有那種金屬風的感覺 那各位如果小時候已經沒有看那種MTV音樂台呢 可能對於裡面的展覽會特別有感覺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進去這個Puff Museum 來看看裡面有展些什麼東西囉 首先一進來呢就可以看到這個 由吉他組成的大型裝置藝術 其中呢包括1930年代到現在的吉他 各式各樣的全部都掛在上面非常的壯觀 那這個流行文化博物館呢 展覽了許多不同時期的流行文化內容 包含了電玩電影音樂等等 像是美國知名的龐克樂團Nirvana 所使用過的吉他 主唱演出時穿過的毛衣都在這裡展示 那這個流行文化博物館呢 也有很多奇幻電影道具的模型 以及電影的服裝等等 那魔戒電影裡面的這個道具件 在這裡也可以看得到喔 那除了奇幻電影之外呢 這裡也有恐怖電影的道具展出 像是電影裡面的這個假人頭啊 以及人物模型啊 還有一個一個掛著的這個濕帶 配上這個紅黑色的這個燈光啊 真的很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就會讓這個展廳呢 很有這種恐怖的氛圍感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這個流行文化博物館呢 可能有很多美國早期的音樂文化是我們不熟悉的 那近來呢除了音樂之外 還可以看到各種電影相關的模型及裝潢 這一塊是還蠻有意思的 推薦給有興趣的朋友囉 好今天這支影片呢 帶大家看了Space Needle Chihuly 跟Pop Museum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